回 喂 好 哎 这董哥跟殷总监 还真是霸气CDP啊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在停车场 这董哥才弊东完殷远 今天他们就攻开关系了 而且总监的坦坦荡荡的态度 太霸气了 我是老欣赏了 只是这个马倩倩 怎么每次反应都那么激烈呀 难道说 马倩倩喜欢董哥 这董哥还挺有行情的 怪不得马倩倩跟殷总监 两个人像有身仇大恨似的 成天斗的 没完没了的 原来如此啊 郑义啊 大哥 不是我看你从早上到现在 一直都心神不宁的头 还不是因为晓彤吗 晓彤 就 就那个李晓彤 蓝岛的前女友 你跟她还有联系啊 她们都分手了 她们也没什么关系了 不是 你跟她什么关系啊现在 我跟她也没什么关系 我上次正好去找她 刚小碰到 房东把她赶出来 说是没有先付房租了 所以我就给她钱 让她去住酒店 这两天呢 我这帮她找房子呢 你说一个姑娘自己住多危险 所以呢 我就想让她搬到我附近来住 你没看见她当时那可怜劲 我说大哥 你仔细想想 这李晓彤跟蓝岛 会不会有什么过节 你说她们分手就分手吧 她干嘛弄得跟仇人似的 这我怎么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 上回你不是说是 李晓彤先约的你吗 那会不会是仙人跳啊 不然怎么 你怎么一见李晓彤 就正巧看见李晓彤 他被房东赶出来 而且他还给你借钱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吗 我这不是担心你啊 说不定这李晓彤就是 来诈财的 你闭嘴吧 这么好的姑娘 怎么可能骗人呢 我见的人比你见的人多多了 百分之百没骗我 不不不 你别急 我不说了 但是你也得去找蓝岛 把这个事问清楚 问问蓝岛啊 他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 保不齐蓝岛就是被他骗过财 才不理他的 我说你这个人三观不正 你看世界的眼神怎么这么差 行 我三观不正 我眼神差 我说的话你别听 等你吃亏上当了 你别说我没劝过你 好心当女官妃 也不知道小彤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他身上有没有钱呢 我看他脸色不好 应该去给他买点营养品了 李小彤的肿瘤转移了 但我们实在联系不上他了 只好通知你 对不起 请问一下 那个三一六的李小彤 怎么没在房间啊 李小姐已经退房了 退房了 不是 那有没有什么信息留给我的 没有 不好意思 李小姐已经退房了 退房了 wilderness 拿着 你如死 他有一些人 帮他 你将困难 你做什么 如死 李小彤 我怎么会知道他去哪里了 李小彤 他昨天晚上被房东赶出来了 身上也没有钱 要不是我 就要流落街头了 你没看到他那可怜的样子 特别让人心疼 坏了 他不会想不开 出什么意外吧 你去哪儿啊 站一下 站一下啊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什么时候发现的 很久了 很久是多久 在你一生不想地离开之前 还是之后 不 是在我向你求婚之前吗 你现在知道这些要干什么 是 就算你把一切告诉我 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因为 在我可以陪你面对的时候 你选择离开 那你现在回来找我干什么呢 我没地方可去 你知道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 甚至连生命都在消失的时候 当唯一想要的是什么吗 蓝天 你不是我 你不知道我承受过什么 现在的我 一无所有 我唯一舍不得的就是你 李小彤 你知道你有多自私吗